好 大家好 我是安全的現場 我們持續帶您來關心 現在俄烏戰士已經滿一個月了 美國總統拜登 還展開三天的訪歐行程 重點當然是展現 美國對歐洲盟邦 堅定的團結決心 那拜登現在仍已經抵達布魯塞爾 他出發前夕也提到說 認為普丁動用核武的威脅 預計此行也將跟北約的盟友 來討論當前的俄烏情勢 還有核武威脅跟美歐合作 拜登他也預告說 將會宣布對俄羅斯的進一步制裁 而現在因應俄烏戰士 北約的成員國 也要加強他們的防禦能力 在北極這裡是展開了軍演 內容包括像是轟炸機的攔截 在阿拉斯加海域要進行扫雷 跟散兵降落雪地等訓練 而北約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他也表示說北約領袖 同意在東歐的盟邦 包括了保加利亞 匈牙利 羅馬尼亞跟斯洛伐克 要部署新的部隊 派遣四個戰鬥群 並對烏克蘭提出更多的支持 作戰士兵雪地裡身穿白色的軍裝 朝著正在前進的坦克射擊 北約目前在挪威2022酷寒 反映持續聯合軍演 一名北約高級將軍警告 北約必須面對更難偵測 而且打算在歐洲背水戰的俄羅斯 光是直上談兵是不夠的 北約將召開俄烏情勢緊急峰會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預告北約將同意在陸海空各領域 對東部盟邦 也就是東歐地區 大福贈兵 而美國在拜登防歐之際宣布 俄國犯下戰爭罪 白宮除了宣布俄羅斯犯下戰爭罪 預計就俄烏戰士展開三小時的討論 會議之前史托騰伯格表示 兩人也將就俄羅斯的化武漢核子威脅 討論北約立場 預計將同意對烏克蘭提供額外支持 美國北約挺烏克蘭 拜登也預告將祭出新一波制裁 一名前蘇聯軍官預估 俄軍在兩週內會因為能源禁運制裁而戰敗 就連台制的GPS接收器也將耗盡庫存 不過應對西方制裁 俄羅斯總統普丁也予以反擊 祭出新招 普丁下令不友好的國家 只能用盧布購買天然氣 而話異說出也引發全球能源價格飆升 俄國要是將支付貨幣改成盧布 可能導致天然氣交易陷入混亂 推升市場擔憂情緒 而同時俄羅斯也表示 暴風雨造成連接黑海和離海的油管設備受損 再加上制裁俄羅斯石油 美國自身難保除油 減少國內產油跟不上用油需求 導致國際油價應聲禁揚 顯然西方加強對俄羅斯制裁 股市油市也要做好準備 隨時受到俄羅斯戰爭走勢的影響 記者張力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今天持續發聲 在拜登跟北約領袖峰會前夕 同時也是俄羅斯戰士 滿一個月之際 他呼籲全球的人民要站出來 一起表達立場 為烏克蘭發聲 我請你站在抗互相 開始從24明星 正在一年後 後來的烏克蘭發聲 從這天 後來後來 示範你的抗互相 出去 出外来 出外来 出外 出外 出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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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意 送送上的声音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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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欢迎 声音 说 人们 关注 自由 欢迎 兵归助 免费 党 疫情 泽倫斯基另外也针对在24澳 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发表意见 他认为说针对欧洲 现在在制裁俄罗斯的项目上 尤其是能源方面有出现分歧 泽倫斯基表示说 他会看出到底谁才是 乌克兰真正的朋友 而现在俄乌战争爆发 西方国家也大规模经济制裁 不过现在传出说 美国跟西方的盟友 正打算要把俄罗斯踢出G20 而对此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他也做出相关回应 二十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的 主要论坛汇聚了世界主要经济体 俄罗斯是重要成员 任何成员都没有权利 开除其他国家的成员资格 俄罗斯驻印尼的大使沃罗比约瓦 他也表示说 普丁其实是有意愿亲自出席 今年11月召开的G团体峰会的 那汪文斌现在指出说 目前全球抗疫是处于关键的阶段 世界经济的复苏很疲软 不确定性跟不稳定性增多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G团体是引领全球抗疫完善治理 全球的经济治理 是没有人有权利开除其他国家的成员资格 再关系的是大陆东方航空的坠机意外 现在经过了三天的搜救 昨天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在班机撞击点 大约是东南方大约30公尺的表层泥土里 发现了其中一具的黑盒子 班机内装有两个美国生产的黑盒子 一个是安装在客舱的尾端的数据记录器 专门是记录飞行当中一些重要的参数 另外一个是安装在货舱尾部的语音记录器 是用来记录飞机通电时四个通道的声音 而目前巡获的就是这个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 目前这个黑盒子已经连夜被送到 北京的民航专业机构来进行驿码 而另外一个黑盒子正在全力的搜索当中 不过因为现场连日豪雨恐怕也拖延救援进度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可以看到手上这个梦梦水 无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传酸调节情绪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